好来看到的是呢 高雄市府啊 昨天就公布 本巴比陀违规用药的结果 是有四名医师遭到停业的 但是呢 卫生局没有来公布院所名称 也让家长无所适从 高雄市议员邱玉轩 就接获了不少家长反应 更有诊所呢 被造谣误传说是违规 所以才会停业 他就痛批高雄市卫生局 处理后续根本荒腔走板 还甩锅犯真之话 我觉得高雄市政府 卫生局对于这次 用药不当的事件 处理的真的是荒腔走板 那他昨天公布 有裁罚四位医生 然后呢 后续的状况 其实都没有说清楚 讲明白 那我陆续接到家长的反应 比如说妈妈就说啦 他接到卫生局的电话 请他去高一做检查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 是哪一个诊所 然后吃了什么的药物 后续小朋友 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 然后他只能发挥柯南精神 打电话给他过去三个月 曾经就诊过的诊所 就发现每一间都还开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是什么诊所 所以这样子引起 妈妈的担忧跟恐慌的 始作拥者 我觉得就是高雄市政府 卫生局 那已经有诊所呢 遭受造谣 说自己就是 不当用药的诊所 以至于在网路上疯传 然后医生还要出来澄清 那值得一提 是医生出来澄清里面 贴的那个留言串 其实是跟高雄市政府 卫生局 黄志忠局长的留言的对话 那中间呢 黄局长是说 的确你不是被 停业的诊所 可以继续看诊 但是呢 现在的留言 其实是政治性的成分居多 我很想问黄志忠局长 所谓的政治性 到底是谁在政治操作 今天从头到尾 用药不当管理的权责 在高雄市政府卫生局 自己诊所没有管好 用药的 平常的机场 可能没有落实的状况之下 反而来怪政治性的操作 我觉得高雄市政府卫生局 真的太会甩播了 好 最一开始 新北板桥疑似胃药案 引起了社会哗然 而新北地检署呢 日前陆续的采集 幼童的毛发送鉴定 今天卫生局公布了检验结果 经过北戎读物部的确认 四位幼童的协议当中 是没有检出本巴比托的 另外有关了 戏纸幼儿园这个案子 新北卫生局日前也派了 土城医院团队入园来裁检 好 尿液筛检的部分 77人都是阴性 协议检测16人 只有一个人是在临界值 经过家长的同意之后呢 会送植谱仪检验来进一步确认 目前呢还在等待检验结果当中 而这起呢 新北幼儿园的喂药案 进入了司法程序 不过呢 赖清德日前呢 却公开呼吁新北市府 要公布孩子是否有戒断症状 还有幼儿园是否真的有喂彩虹药水 等于是直接呢 你就先认定了 教保员有不当来喂药嘛 那么侯仪的进办发言人 刘采薇就痛批 赖清德是刻意在撕裂 教保员跟家长的信任 非常没医德也没人格 蓝伟洪孟凯也喊话绿营 千万不要在政治操作 赖清德在司法检教结果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 就刻意操作 而且呼吁新北市要跟大家公布 孩子到底有没有戒断的症状 甚至是公布 有没有喂食这个彩虹药水 但是现在结果都没有出来 这些都是政治操作 而且是刻意撕裂 教保人员跟家长之间的信任 根本就是撕裂台湾 赖清德是一位医生 但是现在看来不只是没有医德 而且完全也没有原格 看到现在新北幼儿园案真相越变越明 尤其是看到更多的证据指出 这分明就是当初绿营 建立欣喜政治操作的一个斗争 尤其是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在当初第一时间还讲出 所谓的彩虹药水等等的争议 但事实证明现在是不是 这些教护员全都是受家长来委托 而来喂药呢 而如果因为教护员被污名化 导致于现在全台的教护员 也都不愿意再协助家长了 那这样子是不是 权益又是伤害到小朋友的一个安全呢 还有更重要的是 现在连高雄也传出相关 婴幼儿体内有相关的 药物残留的状况 我们当然呼吁 最重要的是中央主管机关 为福部应该要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